議會第二次臨時會才剛開始 國歌都還沒唱完 國民黨議員就綁著制裁 買票議長的頭巾 拉著臺南人很不爽的白布條 衝進議場 議長邱莉莉神情嚴肅 乾站在主席臺上 至於副議長林志展 則乾脆不上台坐在角落 來引議員林彥柱 則是拿著請假單衝上去 請假單我沒叫你辭職喔 我是麻煩你請假喔 我今天已經簽到了 我不用請假 邱莉莉不請假 林彥柱氣得撕回請假單 憤而離席 直到這一刻 邱莉莉才忠於當眾 替自己辯駁 我會非常堅定 勇敢的面對施法 我跟林志展議員都沒有買票 他們都是因為認同而投給我的 藍營議員癱瘓議程將近一小時 邱莉莉為此致歉 貪任市長黃偉哲則是一臉尷尬 但緊接著吳掌棋議員把矛頭指向他 臨時會第一天議場鬧烘烘 台南議長之亂依舊 既既破蕩漾 這新聞轉臨謝嘉玲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